1941年12月8月凌晨,日军向香港发起了猛烈的进攻。 12日,日军向驻守香港的英军发出偷顶,招求投降,招败害者的拒绝。 18日,日军在北角、布里玛、水门安实现了登陆,英军凶多吉少。 即便如此,面对日军的偷顶,英军企图反攻,可惜还是以失败告终。 25日,随着日军套兵火力覆盖三户山峡、文法山峡、歌副山、扯崎山、西高山等,英军被迫投降。 26日,香港彻底沦陷。 香港沦陷后,实人认为,澳门都是日军的下一个目光。 历史告诉我们,日军没有入侵澳门,不应该啊。 我们知道二战期间,日本占领了三个二战,中国东西人海,几乎都能入日军之手。 为何日军偏偏放过了澳门? 事实上,葡萄牙殖民者也很紧张。 他们也当心日军日清澳门。 网络上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。 说的是葡萄牙政府,就让巴西方面,给日本发出了一个战会,声称,如果日本人以武力的方式入侵澳门,那么,巴西就会把所有的列强,都强制潜送回国。 上面这个说法靠谱吗? 有一点是事实。 葡萄牙不仅占领了澳门,而所也占领了巴西。 日本在巴西也确实有三百万桥民,其实可能只有二十万,但笔者提出三个一点。 第一,1942年日军政领东地位,要知道当时的东地位是葡萄牙殖民地。 第二,二战期间,日本国内劳动力匮乏严重,复理小孩都被迫参加劳动,如果在巴西的桥民能回国,日本政府求之不得。 第三,日本占领香港,直到1945年一条剑投降时,而巴西则离1942年八月,交入同盟国,都是敌人了,还要给面子。 因此,日本一八七的仗会而放弃占领澳门,不是真实的历史。 那么,日军不占领澳门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? 关键原因是占领澳门的战略定义不大,而且澳门海岸由朱江口的泥沙冲击而成。 这一位者占领没有绅士两岗,日军的大型军舰,根本无法停夺。 其次,1940年9月中旬左右,葡萄牙与日本宣布了《烈普澳门协定》。 葡萄牙宣布澳门中立。 并表示,澳门远离重庆政府,以日本核心中国政府,温欧共为丰慕, 去本方面则回应,日军如实澳门现状。 表面上日军没有入侵澳门,但地理日军的特务机构, 却在澳门带行提到,先后在澳门策判报考,古春在东澳共能胜。